白宫发言人普沙基3月1日表示 美国保留在未来必要时制裁沙特王储的权利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 他的政府将于周一就沙特阿拉伯问题发表声明 但是白宫官员表示预计不会有重大的新举措 联合国人权调查人员表示 美国指定沙特阿拉伯王储批准抓捕或者杀害记者卡舒吉 但是没有对他采取行动 这对美国来说是极其危险的 艾斯·卡玛拉德是联合国负责调查2018年卡舒吉谋杀案问题的特别报告员 他重申他呼吁对沙特王储穆罕默德·本萨勒曼的资产和国际活动实施制裁 根据周五公布的一份解密的美国情报 他批准了一项抓捕或者杀死卡舒吉的行动 美国对其中一些涉案人员实施了制裁 但是为了维护与沙特的关系 让王储本人幸免